你们平安 让我们每一天花一点时间 思想主的话语 今天我们来看 路加福音第十章27、28节 他回答说 你要尽心尽信 尽力尽意爱住你的神 又要爱灵舍如同自己 耶稣说 你回答的是 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那么从圣经当中 我们看见 当这个律法师 他带着一个试探耶稣的心 来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刻 那耶稣他反问 这个律法师 说那你知道的答案是什么呢 那律法师当然就按着 他在律法里面 所得到的最完美的一个答案 就来回答耶稣 那我们看这个律法师 他给耶稣的答案 我们会发现 其实他跟耶稣的教导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那耶稣也告诉我们说 最大的诫命 就是尽心尽信 尽力尽意爱住你的神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那这两者的这个答案 唯一的不同 其实只有律法师说的是灵舍 而耶稣所说的是人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 肯定这个律法师的答案 但是也点出律法师 他想要靠着律法称义的困难点 那么就在于 律法师虽然知道答案是这样 但是却没有办法真正的行出来 这关键就在于 因为人会分辨谁是灵舍 而谁又不是 所以圣经在其他地方也告诉我们 说要爱你的仇敌 其实神就是告诉我们 让我们知道爱 他应当变成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是充满爱的人 我们不论对待任何人 不论对方是对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都以爱来回应他 当然回应的方式 或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它仍然是双向的 所以终究会变成什么样的关系 也关系到对方的一个状态 但是至少我们知道神就是爱 而我们是神的儿子 我们也当知道 那神也期待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所有一切所做的事情 都是出于真实的爱 但是从律法来说 他们就会把人分别 存很多的不同的族群 分成很多种 特别是什么人是不洁的 什么人是有罪的 那好比耶稣后来用撒玛利亚人 来去做这样的比喻 也就是透过这个犹太民族所 看不起的这个民族 撒玛利亚人 来去表达神所要的 一个真实的爱的生命是什么 那当人按着律法 或是按着我们自己去分辨 谁是灵舍 谁又不是的时刻 那爱神跟爱人之间 很容易就产生了矛盾跟冲突 因为当我们看见 我们认为有罪的人 那在面对他们的时刻 其实爱人的心 很容易就因为律法 而消失 这就是律法师的困难 那实际上人会渐渐的走进一条 律法主义的道路里面 往往正是因为想要遵行属神的律法 但是如果遵行属神的律法 与我们生命的实际 实质是有所不同的 或者说我们的生命 其实还够不上那个高度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要找 相对比较简便的方式 也就是透过外在的这些行为 来去表达来去执行 我们当晓得律法的功效 是让我们知罪 告诉我们当行的事情 但是成圣 却是要奠基于耶稣基督的宝血 也就是赦罪的恩 并且真正的成就于圣灵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使我们能够进入到一切的真理 那么这个律法师回答耶稣 虽然他的答案是对的 但他却是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面 来执行的 他以为只要遵行律法就好了 以为遵行这些 他就能够承受永生 但是他却忽略了 神真正要的 是一个与神真实相合的生命 我们应当要建立一个观念 就是律法 其实它是最低的一个标准 但是上帝却呼召我们 要我们进到完全 所以耶稣给他这样的回应 其实也是给这个律法师的挑战 那就是看这个律法师 能不能够放开这些规条 这些限制 能够知道要从生命里面 真正生发出对神的爱 真正生发出对人的爱 那么许多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也很容易被律法限制 使得我们对神的爱 对人的爱 都产生了很多的条件 我们需要知道 当行的路 如果我们希望知识和生命 是不相冲突的 那就更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里面有真实的爱 我们所期待的 就是我们知道要饶恕 我们就能够饶恕 我们知道要怜悯 我们就能够怜悯 我们知道要给予 我们就能够给予 我们知道要爱神 我们就能够爱神 但如果我们是倚靠这些外在的行为 希望以此来称义的话 那我们就会发现 上帝就给我们一些环境 让我们察觉到 其实我们自己 也没有办法按照我们 所认为的律法去做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知道 所有一切的改变 所有一切生命能够成圣 我们都需要在 耶稣基督保护血的根基下 并且需要求神 从我们的里面来调整我们 因为树好果子就会好 树坏果子就没有办法 美好甜美 我们需要处理的 永远都是我们 生命里面的事物 那么如果在我们的里面 有一些事情你觉得你总是 没有办法胜过 总是没有办法越过 总是想到那些事情 心里面就很痛苦 那我们需要处理的 其实不是外在的这些事情 而是从我们内心里面 去寻找神的帮助 去寻找生命药的答案 愿神祝福每一位 让我们在今天 我们的生命仍然能够 经历不断更新改变的时刻 祝大家有美好一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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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